还没有什么人 买一个这个抹茶的慕斯 应该是新品吧 买一个这个鲜花饼 再拿一盒鲜肉月饼 拿到了刚出炉的大鸡腿 还是热热的嘛 来的带早 也还是要等牛肉卷 还没有出炉 终于来了 等了好久 等了40分钟 可终于买到了 哈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吃的是山姆的这个新品 就是这个抹茶慕斯 就是从视频里面看 颜色挺贵的 但是现实中看的 就是那种翠绿翠绿的抹茶色 还有这一盒鸡腿 我只吃一个 实际上都是我老公的 还有我爬了40分钟才买到的牛肉卷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吃它 还买了一点月饼 搭配的是北海牧场和罗小黑的联名奶卡 兑换的宝石碗酸奶 现在买奶卡还送限定礼盒 这个礼盒真的太可爱了 里面有联名的三次奶卡 还有小黑的毛绿挂件 还有超可爱的贴纸 还有超可爱的贴纸 里面还有月饼 这个奶卡就是你每次想喝的时候 直接兑换就可以了 顺风冷炼超级方便 它是可以兑换三个口味的酸奶的 然后每次兑换一个口味12杯 随心选择配送时间每次都喝新鲜的 再也不用担心酸奶会过期啦 今天我兑换的是草莓流星芝士味 那我赶紧吃这个牛肉卷了 这个牛肉卷被我加热的已经爆僵了 等待了40分钟是值得的我觉得 奶香奶香的那种芝士味 这个酸奶真的超级好喝 里面那种青椒什么的这吃起来很爽口 爆汁的感觉太完足了 这个酸奶里面就是有那种草莓果肉和芝士味的流星猪 就你一咬开它就会爆僵了那种 真的很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抹茶慕斯的这个痕结面 它是有两层蛋糕起然后两层慕斯 然后中间好像还有那种红豆颗粒 哇这块甜度一点不高 我觉得有点低糖都是 哇它里面还是冰冰的 好像冰淇淋啊 它整体的抹茶味也是那种微苦的 微苦微甜然后不腻的那种 还不错 但是这个红豆好甜 然后这个慕斯吃起来像布丁一样 嗯这个可以尝到两种口感 外圈这个是有点那种解冻的状态 就是比较长窝的那种状态 就是感觉它绵绵软软 绵绵软软的 然后里面是有一点冷冻 就中心这块有点冷冻的那种状态 就像在吃冰淇淋那种感觉 我觉得冰淇淋这块比较好吃 嗯 嗯好冰 中间这块特别冰 哇这个冰的口感真的好吃 很像在吃冰淇淋 但是这个红豆有点太甜了我觉得 红豆太甜了 你吃到那个红豆哇 立马那个甜味就出来了 啊 啊拔牙 好冰 我今天一大早的就是山姆 我就是想看一下一大早过去东西全不全 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全 因为跟我一起进去的基本上都是代购 就是各种社区代购啊什么代购 每个人都买了很多烤鸡很多马蜀很多瑞士卷 然后大家都一起在那边排队牛肉卷 我还买了月饼 这个抹茶木酥冻起来一定超好吃 这个是鲜花饼 这个是鲜花饼 闻起来就好香 好香 那种玫瑰的味道 这个外面是酥皮 好香啊 它里面夹心就是那种甜甜的玫瑰的那种鲜花的花香 可以吃到那种咕吱咕吱的鲜花的口感 这个是鲜肉月饼 我刚刚用空气炸锅加热一下 这个酥皮好厚 里面是肉馅 里面是肉馅 好像在吃包子 ott 它这个肉线 不是特别扎实的那种 是我喜欢的那种口感 就是介于松软和扎实之间的那种 我觉得挺好吃 这个还挺多肉 鲜肉的比玫瑰花的要便宜一点 鲜肉的是二十几块钱 玫瑰花的是三十几块钱 一会儿吃这种酥饼好意 这个酸奶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喝的那种 它的奶味很纯厚 然后草莓流星芝士味的就是那种奶奶的酸甜草莓味 而且它是零折糖的 甜味全部来自于天然的代糖 这一杯的热量小于一个苹果吃起来清卡无负担 我觉得这个鸡腿特别好吃 肉嫩还特别多汁 这是给我加热的有点热了 下午的这一大盒鸡翅 给我弄了老公吃两鞋子你看 这一大盒72块钱得有五个特别大 你觉得划算吗 它这个鸡腿是称重的 就是不是固定的价格 好烫 好烫 我是8.05分进的山姆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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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的时候 烤鸡就是它开门最开始放在那个 货家常的烤鸡已经一扫而空 这个鸡腿我是买的 它应该是先出来的烤鸡 然后第二轮出来这个鸡腿 然后我9点 9点十几分吧 还是9点 应该是9点十几分 然后拿到了那个牛肉卷 油味精感有点 但是已经吃饱了 京东的99周年促销 只选新上款 9月8号到9月10号上京东搜索 北海牧场部分商品买 199减100元哦 快来薅羊毛get同款的奶卡和礼盒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